我站在沉醉的家门口 给她打了个电话 电话铃响到第六声 电话被接通了 长达一分钟的安静后 沉醉在电话那头笑着对我说 姐姐 别闹了 我在忙 如果没有别的事我就挂掉了 我闭上眼睛 停覆了下心情 想开口问她 是不是带了个女朋友回家 可话到嘴边 我却迟迟张不开嘴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或许是我害怕从沉醉的嘴里 听到那个我不想听的答案 而久等我没回答的沉醉 则有些不耐烦了 她停顿了一秒 然后敷衍地说了句 我真忙去了 下次聊吧 电话被干脆地挂断 通话记录停留在一分三十秒 我愣愣地看着屏幕出神 想了想 给沉醉的姐姐 我的好闺蜜沉静 发了个信息 没一会 房门打开 沉静探出头来 拉我进门 傻站着干嘛 快进来呀 我顺从地走进门 脱掉鞋子 想换上我惯用的兔子拖鞋 却摸了个空 鞋柜里放拖鞋的地方 只有两双鞋 一双是我七夕送给成罪的球鞋 还有一双是秀气的女士高跟鞋 两双鞋并排地放在同一个鞋架上 亲密无见 除此之外 没有别的东西了 我垂下眼眸 合上了鞋柜 不穿拖鞋也没什么的 我这样安慰自己 我光着脚走进去 和刚从厕所出来的成罪对上了眼 你怎么在这 成罪脸色难看 就连声音都带着骨尖锐的味道 我艰难地张了张嘴 带着一丝苦涩的笑意问她 惊喜吗 成罪冷下了脸 飞快地探头往客厅那边看了一眼 客厅里的电视正在放着时事新闻 声音很大 在确定没有人注意到我们后 成罪用力拽住我的手 猛地把我拖进了厕所 你是不是都知道了 成罪也不废话 直接开门见山地问我 我半仰着头 看向这个比我高了将近一个头的成罪 我几乎是从小看着成最长大的 从她还在上幼儿园开始到现在 明明共同相处了将近快二十年 可我到如今才发现 原来我根本不了解眼前的这个人 我哑声问她 知道什么 知道你带女朋友回家的这个事情吗 我很好奇 如果客厅里坐着的那个 是你女朋友 那么我呢 我红了眼问她 那我是谁 如果屋里的那个是她的女朋友 那这半年来 我都是在跟谁偷偷地谈恋爱 我是在跟谁偷偷地牵手 亲吻 拥抱 甚至整晚整晚打着电话入眠 成罪躲开了我的视线 她沉默良久才吐出一句 对不起 你不用跟我说对不起 你只需要告诉我 到底谁才是你女朋友就行了 我努力地平息 自己内心翻涌的情绪 平静地问她 成罪这次沉默了很久 比刚刚我和她打电话那时还要久 直到门外突然响起了一阵敲门声 我们两个人的身子同时紧绷了起来 紧接着是沉静的声音问道 沉醉 你掉厕所了 你等会 沉醉拧着眉朝外面喊了一声 她扭头看我 还想说些什么时 门外的沉静又喊了一句 别比比 快点出来 月月水喝多了 有点想吐 刚刚还十分镇定的沉醉突然间慌了神 我眼睁睁地看着她推开我 然后快步往外走 一边走还一边担心地问 月月没事吧 要不要去医院 我看看站稳 踩在厕所还未干透的水渍上 脚底一片粘腻冰凉 侧头对上厕所带灯的浴室镜 我才发现我的脸苍白的吓人 特别是在城最紧张地把林思月扶进来的那一瞬间 我看着林思月脚上熟悉的小兔拖鞋 血色尽湿 你怎么还在这 城最不满地问 我愣愣地看着她 然后沉默着 在她谴责的视线中往外走 这位是林思月侧头小声问她 我走出厕所 门立即被城最关上 在她关上的最后一刻 我听到城最的回答 她含糊地说 是我姐的闺蜜 然后她又加了一句 不是什么重要的人 我和城最是在半年前 开始偷偷摸摸谈的恋爱 因为从小一起长大 我又大了她五岁 一直以来都是把她当成弟弟看待 直到那天 我记得很清楚 是二月十四日 情人节 我难得早下班 不想跟同事们出去聚餐 干脆早早地回家 晚上七点多 我看到蹲在角落的沉醉 她身边摆了几个啤酒罐 像是喝了不少酒 抬起眼睛看我的时候 眼里像是蒙了一层的雾 乖顺可爱 微微姐 城最拽了拽我的衣角 俯身过来叫我的名字 一身的酒气 我倒退两步 正想好好教训她一番 城最却突然死死地盯着我 然后发疯一般 冲上来猛地抱住我 狠狠地咬上了我的嘴 为什么拒绝我 成醉一边哭唧唧 一边亲得凶狠 姐姐 不要后退好不好 成醉红浊眼 低声在我耳边 你难道求你了 我被她闹得手足无措 又哄又劝 才把这个喝得最熏熏的家伙 给骗回家 第二天 她酒醒后 红着脸过来 跟我道歉 本来就只是一个普通的小事 我笑笑就算了 结果当天 她突然没头没脑地 给我发了条消息 问我 姐姐 要不我们试试怎么样 我脑袋突然嗡的一下 当即就拒绝了 毕竟是林家的弟弟 我一直把他当小孩 从没当作成年的男性看待 要跟这么一个小孩谈恋爱 感觉有点危险 我当时心里是这么想的 但是成醉是吃了秤妥铁了心 开启追我的模式 从最开始的送花 送点心 送自己熬的红糖浆水 到后来的冒雨来接我 在门口等我回家 约我去看电影 逛画展 那天她在街口等我 撑着拔伞 有几个女孩子聚集在她身边 像是在问路 成醉手插在兜里 面色清冷 直到看到我 眼睛顿时亮了起来 姐姐 她颠颠地朝我跑来的那一刹那 我沉寂许久的心突然一颤 我们偷偷摸摸地 在一起了将近半年多 在她家的客厅桌子下 偷牵过无数刺手 而现在 我坐在了成醉的对面 看她贴心地给林思月 包了一只虾 饭桌上成静挑起了话题 她笑咪咪地问 月月啊 是成醉这小子追的你吧 怎么追的 都给我们说说 林思月害羞地红了脸 成醉立即维护她 姐 这么大一碗饭 还堵不住你的嘴 阿醉 林思月扯了下她的衣角 她立刻闭上了嘴 一副七管炎的模样 惹得成静戳着我的胳膊 笑得前腐后仰 我尴尬地扯了扯嘴角 也露出一个笑容 扭头看向成醉 却见她微不可查地 看着我皱了皱眉 像是警惕 又像是不满 我想跟她说 别担心 既然你不愿意 那我也不会 把我们的事情捅出去的 但是我什么都没说 只是垂下眼帘 专心看着眼前的这碗饭 阿醉追了我半年多 林思月愿意讲述她们的恋爱过程 是我没有想到的 她明明看起来 是个乖巧害羞的人 结果却半点不怯场 从最开始的普通同学 讲到成醉给她送花 送点心 送自己熬的红糖浆水 然后是冒雨去图书馆接她 守在学生部门口两个小时等她出来 甚至为了她去恶补了她喜欢的画家信息 然后带她去看画展 林思月讲这些的时候 我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 这些事情 成醉好像都跟我一起做过 你说的是流年之梦的展吗 我问了一句 对呀 姐姐你也去过 林思月眼睛亮晶晶地看向我 去过 怎么没去过呢 还是成醉千求万求约我去的呀 我掀起眼皮看向成醉 却看到她心虚地移开了自己的目光 不跟我对视 我记得 当时成醉对这些画的作者 还有画的内容 画的深度都如数家珍 侃侃而谈 以至于她讲完后 还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我 一副等我夸奖的模样 让我心甘情愿地 为她竖起大拇指 那时 她看着我崇拜的眼神 明显松了口气 然后暗暗做了个噎的姿势 我还暗地里觉得 她可爱得不得了 现在想来 原来 我只是她的实验品啊 她先带我走一遍 然后观察我的表情 确定我开心后 才复制到林思月的身上 多么用心的爱啊 可惜 不是我的这个可悲的替代品的 在我看清成醉脸上的心虚和慌乱后 原本委屈难受的心 在这一瞬间 缓缓地平静了下来 再没有一丝波澜 替代品 怎么配跟正主比呢 我呀 是从最开始就注定了 会被成醉抛弃的那个呀 成醉瞥了我好几眼 有些生硬地转移了话题 所有人都以为她是害羞了 各个笑而不语 却没想到 调侃完自己的弟弟后 成静把目光看向了我 他戳了戳我 一脸八卦地问 威威呀 你男朋友呢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说来听听啊 我还没开口 对面的成醉猛地咳嗽了几声 像是被饭给呛到了 嘻嘻 你不知道吧 你威威姐 可是谈了个小奶狗男朋友呢 成静又笑嘻嘻地说了一句 成醉接过林思月的水 猛地灌了一口 有些狼狈地吐出一句 关我屁事 他说完又来看我的表情 见我只垂着眼笑 脸上的神情有点挂不住 沉着脸挪开视线 哎呀 真的好想看看 那个天天缠着你 天天叫你姐姐的小奶狗长啥样 成静满脸憧憬地看向我 我有些不敢跟他对视 更加不敢告诉他 那个人就是他弟 我沉默了一会 成醉就迫不及待地来帮我解围 他现在追到了自己的白月光 自然不想让我跟他的事情败露 他不想说就算了 你干嘛一直逼他说 成静你好烦啊 成醉瞪了成静一眼 眼看着两个人就要掐起来 林思月赶忙扯了扯成醉的袖子 我也赶紧拉住成静 想了一会 问他 你这么好奇 不如我把人叫过来 给你看看 成静眼睛一亮 而成醉脸色瞬间变得复杂起来 我没有看他 拿起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 成醉的身子顿时僵硬 死死地攥着自己的手机 可是他等了许久的铃声 一直没有出现 而我的手机响了一声后 被人接通 喂 姐姐 电话那头传来一道清脆的少年音 成静张着嘴 无声地尖叫 成醉的脸色 却在那一瞬间 彻底沉了下来 我轻声对电话那头的人说 你有空过来一趟吗 陆玉秋来的时候 穿着和身的西装 打着领带 头发还梳得一丝不苟 不像是小奶狗 倒像是刚从酒桌上下来的精英男 抱歉 路上有点塞车 陆玉秋朝我露出一个笑 姐姐等了很久了吧 我摇摇头 给他倒了一杯茶 侧身低声在他耳边说了句 谢谢 陆玉秋低头看我 眼里的光意味不明 然后他当着程家所有人的面 伸出手揉了揉我的脑袋 还轻声笑着说了一句 傻瓜 成醉冷眼看着陆玉秋的动作 茶杯重重地丢在桌上 这里还有别人在 可以不要这么恶心吗 成醉几乎是毫不掩饰的 对着陆玉秋翻了个大大的白眼 下一秒 成静一巴掌就呼了上去 拍在他的后脑勺上 人家小情侣 爱怎么秀怎么秀 关你屁事 成醉被小情侣这三个字 气得黑了脸 闷头喝茶 不再看我 也不再说话 小鹿啊 你叫薇薇姐姐的话 那你年纪比她小 这么小年纪就已经上班了 成静却对我和陆玉秋十分感兴趣 看看陆玉秋 又看看我 眼睛比LED灯泡还要亮 我喝着手里的茶 乍一下听到这个问题 差点被呛到 咳嗽两声后 有两张纸同时递到了我的面前 一张来自我身旁的陆玉秋 另一张则是坐在林思月旁边的成醉 两个男人的视线在空中相撞 很快就分开 成醉冷笑一声 没等我选择 直接把纸巾揉成一团 反手丢到垃圾桶里 我接过陆玉秋的纸巾 对她道了声谢 替她回答了成静的问题 其实她比我大两岁 呜呜 成静顿时更加来劲了 那她怎么叫你姐姐啊 这件事说来有些话长 我看了陆玉秋一眼 她也止不住地在笑 我只能把我跟陆玉秋认识的事情 简单讲了一遍 因为之前 我家附近的创意园里 新开了一家游戏博物馆 我没事就去那边闲逛 玩玩九十年代的经典游戏机 也会找找最新的游戏卡带 我和陆玉秋 就是在那家博物馆认识的 当时我连着去了三天 每天都能看到 她坐在大厅正中央的 42寸夜经电视前 玩不同的游戏 从塞尔达到星路谷 她都玩得起劲 加上她看着面嫩 戴着黑矿眼镜 黑色头发有些长地落在额前 穿着休闲的白衬衫 黑色运动短裤 恰到好处的露出白净的小腿 一副学生打扮 我下意识地就以为她年纪比我小 我一直以姐姐自居 她也不戳破 总是笑盈盈地叫我姐姐 即便是后来 我们得知了对方的真实年纪 她也没改口 我们是游戏发烧友 经常给对方推荐新游戏 也偶尔会一起玩 直到半年前 我跟成醉在一起之后 我才渐渐地跟陆玉秋疏远了起来 明明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 可是今天 我的一个求助电话 她还是匆匆赶来 甚至半点没有揭穿我的意思 就这么坐在我身边 笑着陪我演戏 而我自以为恩爱无比的男友 却选择在我毫无防备的情况下 牵着别的女人的手 给了我重重一击 再告诉我 其实你只是一个可悲的实验品罢了 陆玉秋察觉我一直盯着她的视线 摸了摸自己的脸问我 我脸上有东西吗 不是 只是觉得 你现在很像个英雄 来救我的英雄 我摇摇头 朝她露出一个感激的笑容 陆玉秋也看着我笑 耳边却在这时传来 啪的一声响 我扭头看去 成醉不知何时 把茶壶头磕到了茶宠上面 茶壶头碎了一桌 众人手忙脚乱地收拾起来 成醉却紧紧抿着唇 视线死死地盯着我 她眼里的失望和惊慌 如同我才是这段所谓的感情里的背叛者一样 阿醉 小心手 林思月柔声 来帮忙 成醉握住她的手 不让她碰 你别碰 有碎片的 伤到你了 可怎么办 成醉贴心地 让她到一旁 她胡乱地收拾了一通桌面 我则看了眼时间 带着陆玉秋起身告辞 时间还早啊 成醉攥紧手里的抹布 硬邦邦地吐出这么一句话 末了又加了一句 你们这么早走 出去约会吗 她后知后觉反应过来 自己在说什么 把抹布一甩 冷声说 算了 不关我的事 我赤着脚走到门口 回头看了她一眼 突然觉得有些讽刺 是啊 不关你的事 我轻声重复了一遍这句话 刚走到鞋柜 还没换鞋 面前高大的陆玉秋 突然半跪在我面前 我吓了一跳 倒退两步问 你 你干嘛呀 别动 陆玉秋小心地 抬起我的脚 拧着眉 凝重地问我 你傻呀 脚都被碎片砸到了 出血了 你没有感觉呀 我愣了一下 后知后觉地看到地上的血迹 成醉听到这话 下意识往前走了两步 但是看到身旁的林思月 又硬生生地停下 你进屋干嘛不穿鞋呀 成醉骂了一句 自找罪受 成静拍了下自己的脑门 然后扭头又打了他一巴掌 没鞋子了 跃跃穿了一双 成醉的脸色瞬间更加难看了起来 他嘴唇微动 看向我却什么都说不出来 陆玉秋却在这时 猛地把我公主抱起往外走道 我带他先去收拾下伤口 我们走出门口 成静提着小药箱跑出来 塞进我的手里 朝我挤眉弄眼 我捂着脸 让他快走 别丢人现眼了 我 我可以自己走 我缩在陆玉秋的怀里 不敢抬头看他 陆玉秋却没让我下来走的意思 他轻叹了一声问我 痛不痛啊 我愣愣地抬头看向他 过了好半晌 眼泪刷得一下落下来 哽咽道 痛啊 好痛的呀 可是脚上的痛 比不过心里的痛啊 我一直在哭 哭得喉咙哽住 出不来声音 陆玉秋没有多问 只是仔细地帮我收拾了脚上的伤口 他替我上了点符 贴了纸屑贴 然后揉了揉我的脑袋 像哄小孩一样对我说 痛痛飞走了 我觉得他好傻呀 我都二十五了 他还用这种骗小孩的把戏来哄我 哭吧 陆玉秋叹了口气 半蹲在我面前 跟我约定 今晚哭完 明天就不能哭了 我被他的语气逗笑 一边笑一边哭 突然觉得心情没有那么差了 陆玉秋一直在旁边陪着我 直到我情绪好起来 才离开 我以为他是回家去了 结果陆玉秋特意给我点了一份点信 给我打电话 让我下去拿 我听到他电话那头传来的嘈杂声音 问了一句 才知道他回公司加班去了 你今天很忙吗 我有些讶异 晚上十点半还回去加班 明明明这么忙了 还特意过来帮我圆晃 帮我涂药 陪我恢复心情 我握着手里的这份小蛋糕 心里七上八下的 既有感激 又有些不明的情绪 没有啊 陆玉秋带着笑的声音 通过电话传过来 有些微妙的不一样 我公司有个游戏准备上线 我刚好在公司心烦意乱的 出来跟你喝杯茶感觉好多了 对了 脚好些了吗 陆玉秋又说 今晚洗澡的时候 小心点 不要沾到水 如果沾到了 记得重新擦点服 我应了一声 想了想又说 你加班也不要太晚了 早点回去休息 电话那头 传来陆玉秋低沉的笑声 她说 怎么办啊 姐姐的关心 突然让我斗志满满了 我没有来的烧红了脸 挂掉电话 一瘸一拐地往楼上走去 意外撞见了 在楼梯口抽烟的沉醉 我脸上的笑容 瞬间落了下来 恢复沉默的模样 绕开了她 拿钥匙打开门 准备回屋 沉醉却突然伸手 抓住了我的胳膊 放开 我没回头 只是冷声呵斥她 沉醉没理会我 自顾自地问 脚好点了吗 看我没有想要回答她的意思 沉醉也不生气 直接把我推进了房间 她拖着我 把我推到沙发上 看了我脚底上的纸屑贴 择了一声 脸上写满了不爽 下一秒 她猛地把我脚上的纸屑贴撕下来 痛得我倒吸一口凉气 你发什么疯啊 我用脚去踹她 沉醉没躲 只是更加用力地拽住了我的脚 沉醉沉着脸 胡乱地从桌底 找到新的纸屑贴 重新给我贴上 我知道她是你叫来气我的人 我承认 我确实是被她激得生气了 她看着就不像什么好东西 你以后不要再跟她来往了 她自顾自地拿起我的手机 熟练地解锁 显然是想把陆玉秋的联系方式 从我手机里删除 我气得浑身颤抖 猛地举起手狠狠地在她脸上 扇了一巴掌 在沉醉还愣神地当口 我对着她就是一脚 把她踢到了玻璃矮桌的边缘 沉醉倒吸了一口凉气 整个后背都撞了上去 疼得她眉头紧锁 李希薇 沉醉低声喊了我的名字 比我还气愤 你为了她打我 我收回发麻的手 冷冷地看向面前这个 我看着长大 我谈了半年多 也如珠似宝地 喜欢了半年多的沉醉 我哑声开口问她 你刚刚去了哪里 宋月月回家去了 沉醉脱口而出这句话 瞬间反应过来 脸色有点微妙 她补充道 时间已经很晚了 她一个女孩子回家不安全 你应该能理解的吧 我笑了起来 俯身凑到她面前 视线相对 我伸出手 她以为我又要打她 往后退了退 却没想到 我的手掌 只是轻轻地落在她脸上拍了拍 那你一边跟我谈 一边又追别的女人 脚踏两只船 我现在看见你就犯恶心 你应该也能理解的吧 沉醉脸色俱变 从轻转白又转红 比调色盘还精彩 我 我不是 她还想跟我辩解什么 可对上我了然的视线后 又熄了火 沉醉确实如同我说的那样 她的心 在我和林思月之间徘徊 抉择 犹豫不定 甚至还贪心地想要隐瞒 想要同时享受两个人的爱 可我的爱是很自私的 只能允许一个人进入 你不用解释了 我合上了眼睛 你既然已经做出了选择 就不要再来纠缠我了 你放心 我不会跟你姐姐说 我们曾经交往过半年的事情的 我睁开眼睛 看向她没有一点血色的唇 指着门口问 现在 你可以滚了吗 沉醉的唇颤抖挤顺后 终究是一句话都没说 转身离开 那天以后 我浑浑噩噩生了一场大病 不断地做有关沉醉的梦 然后在梦中惊醒 看着天花板发呆 没有人知道 沉醉其实算是我的初恋 我的第一次牵手 第一次亲吻 都是和她一起 我甚至做过跟她结婚的美梦 想象着 当我跟她的地下情暴露的那一刻 沉静会是什么样的表情 但是现实给了我重磅一击 沉醉的被刺 直接捅向我的胸口 扎得我鲜血直流 我病好的那一天 沉静给我发了条消息 是偷拍的沉醉和林思月 他们穿着情侣衣 手牵手地往游乐园的方向走 沉静嘖嘖地说 小情侣可真恩爱啊 我看着沉醉的笑颜 心里却没有了半点波澜 甚至生不起一点气来 那一刻我就知道 我释然了 我笑着回了一句 好甜啊 磕到了 我退出聊天矿 想刷一下朋友圈 结果又收到了一条信息 这次的是陆玉秋发来的 我的新游戏内测 你要来试玩吗 我欣然应允 上次他帮了我这么大的一个忙 我正愁没地方报恩呢 当即收拾了一番 冲去了他的公司 陆玉秋这次没有穿西装打领带 穿得跟个大学生一样 十分休闲 我盯着他看了半赏 他有些无奈地解释道 那天刚好跟客户吃饭呢 我了然 还没说话 陆玉秋又凑过来问 你觉得我穿西装好看 还是穿这身好看 为了让我看清全貌 他还特意转了个身 朝我挑了挑眉 各有各的好 我不敢承认 习惯了他穿日常的休闲装后 乍一看穿着西装的他 被惊艳了一瞬 陆玉秋看着我一直笑 把我看得浑身不自在 不敢跟他对视 一直到进了他的工作室 玩起新游戏后 我才感觉好一些 陆玉秋开发的这款是国风的开放世界手游 画质很古典 角色卡牌设计得很出彩 就连剧情都非常有意思 带着很多国人才懂得梗 我一边玩一边笑 你这款游戏一上架 立刻会爆的吧 我眼睛亮晶晶的看着他 陆玉秋在一旁看着我 扬起了嘴角 十分谦虚道 一般一般 应该可以 你当时为什么想做这么一款游戏啊 我干脆跟他讨论了起来 陆玉秋眼睛一亮 立即拉着我进他办公室 跟我大肆谈论起这款游戏的初衷 以及未来发展 还有游戏剧情走向 哪些线有复杂的感情纠葛等内容 我跟他聊的投机 聊了一整个下午 一直到傍晚 还有点意犹未尽 他带我去旁边吃了家泰国菜 饭吃到一半 他突然想起来一件事 然后陆玉秋给我发了个文件 示意我 打开看看 我打开 看见上面的游戏下载通知 有些不明所以 可是当我进入这款小游戏的时候 我突然愣在了原地 这是一款普通的种田小游戏 手机页面上只有一个短发的女孩 还有一只胖嘟嘟的橘猫 他们在一个小小的农场里 可以种瓜果蔬菜 也可以爬树摘果子 但是女孩更多的时候 都是抱着橘猫 懒洋洋地在晒太阳 我认出了那个小女孩 那是童年时候的我 你还记得呀 我声音有点沙哑 鼻子发酸 这是我跟陆玉秋提过的一个幻想 那个时候我们聊天坎地 说起最想玩的游戏类型 我跟她说过 我小时候的农场 小时候的橘猫 还有我喜欢的懒懒散散的种田风格 我没有想到 她都听进去了 之前我自己做的 有些粗糙 陆玉秋笑了笑 本来想给你个惊喜的 但是那时候 你好像谈了个男朋友 我就不想给你造成困扰 前几天我重新加了点东西 现在给你 应该还算是惊喜吧 我眼眶泛红 滴滴地应了一声 说了句 谢谢 最近好像一直都在麻烦你 我有些局促到 以后你有什么要我帮忙的 尽管开口 陆玉秋眼珠子一转 你别说 我还真有件事想拜托你帮忙 这周六周日 我们工作室要去魔都的漫展开展 你能不能来帮忙看展位呀 我当即答应 慢一秒都是我对陆玉秋的不尊重 我和陆玉秋都是阿宅 不一样的是 我是游戏宅 它是技术宅 因为之前很久没见面 这一聊起来就停不下来 我兴奋地跟他分享着前段时间玩的游戏 他也兴致勃勃地跟我讨论这些游戏的剧情和打法 聊到最近新出的报恩游戏 陆玉秋感叹一句 我还没玩 我当即拉着他要到我家一起玩 陆玉秋魔光微闪问我 会不会打扰到你家里人呢 不会不会 我爸妈也都定居在国外 而且那款游戏我都已经通关了 可以教你怎么避坑 快走 我提着压货 陆玉秋提着啤酒和烧烤 刚到我家楼下 撞上了正好回家的沉醉和沉静两人 哟哟哟 沉静的嘴角都快咧到耳后跟去了 他看看我又看看陆玉秋 嘖嘖说恩爱哟 我本来觉得没什么 一抬头看见陆玉秋 笑得眉眼弯弯的模样 突然扫红了脸 我赶忙上前去捂他的嘴 被他笑着躲开 溜进了屋子里 沉醉却僵硬地梗在走到的正中间 身上还穿着那件十分明显的情侣 他一把拽住我 十分用力 捏得我好疼 姐姐 你要留他过夜 沉醉几乎是咬牙切齿地问出这句话的 你们才在一起多久啊 你就留他过夜 女孩子还是自爱一点比较好吧 女人不自爱 不洁身自好 就像地里的烂白菜 她的意思是我带男生回家 就是不自尊自爱 是个随随便便的人 认识这么多年 她却用这么低俗的想法揣测我 当着别人的面暗指我随便 我觉得实在是太可笑了 刚想骂醒她 一个沙包大的拳头就猛地砸向了沉醉 陆玉秋对着她的眼眶就是重重一拳 脸色比我还冷 比我还难看 我听到她朝着沉醉吼道 给我收起你那些龌龊心思 滚蛋 她跨坐在沉醉的身上 又猛地给了她一拳 就你这样的东西 还好意思叫她姐姐 妈的 上次就看你这个混蛋不爽了 你今天还偏要撞上来 今天她好不容易开心一点 你还要过来触眉头 我看你是贱得慌 沉醉愣了一瞬 然后猛地反应过来 反手也是一拳 我跟她的事情 轮得到你机歪 两人瞬间扭打在一起 我吓了一跳 赶忙上去劝架 分开这两个人 不过是几分钟的功夫 两个人的脸上胳膊上 甚至是脖子上 都或多或少带了伤 沉醉和陆玉秋 互相瞪了对方一眼 然后不约而同地看向我 下一秒 我的耳边响起了两声姐姐 姐姐 沉醉拽住了我的衣角 昂着头 让我看清了她脸上 轻轻子子的伤痕 如果是以前的我 肯定会心疼得不得了 可是如今 我内心毫无波澜 甚至拨开了她 拽着我衣角的手 沉醉顿时慌了神 扑过来死死抓着我的手问我 姐姐 我受了伤 好痛啊 我知道 她的前台词是好痛啊 你该好好地关心我了吧 我再次拨开她的手 把陆玉秋从地上扶起来 看着她嘴角破了一块 急忙到 快进屋 我给你处理下伤口 谢谢姐姐 陆玉秋笑得眼睛弯弯 她牵着我的手 还居高临下地 瞥了沉醉一眼 我把陆玉秋带进房间 正要关门 沉醉却生生用脚抵住了门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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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换着声调 可怜兮兮地叫着 你看看我 我也受伤了 我也很痛 沉醉小心地观察着我脸上的表情 我看着她浮夸地表演 叹了口气对她说 你不该朝我委屈巴巴的 我不是你的谁 我顶多是你的邻居 一个普通的邻居姐姐 你应该去找你的女朋友 沉醉脸上的表情 一点点地军烈 我把她推出了门 被沉醉闹了这么一通 我没了打游戏的心情 陆玉秋乖乖地让我上了药 我仔细清理了她的伤口 贴好窗壳贴后 对上了她专注的视线 我避开了一些 有些不敢跟她直视 陆玉秋低声笑了笑说 真好啊 你刚刚在我和那小子之间 选了我 我吓了一跳 琢磨出一点她的意思 顿时愣在原地 张着嘴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 然后我就听到她说 不然我都不知道 这顿烧烤我还能不能吃上 她一句话两个大喘气 把我给吓得小心脏七上八下的 一晚上 我们沉默地吃着烧烤 喝着酒 后来就是满嘴地胡话 我甚至不知道乱七八糟地说了什么 我只记得 最后陆玉秋把我放在床上 亲了亲我的额头 轻声说 还挺庆幸的 至少这次你选的是我 第二天我是被门外急促地敲门声吓醒的 宿醉醒来 脑袋晕晕乎乎的 我过去开门 一打开 对上了沉醉胡子拉叉 双眼布满血丝的脸 她昨天晚上没走对不对 我在你家门口守了一晚上 她根本没出来 你们上床了吗 坐到哪一步啊 沉醉眼睛通红 挤开我 直直地往我的房间冲 我惊得一机灵 脑袋清醒不少 气得去拽成醉 大清早的 你发什么疯啊 没有在我的房间找到人 成醉停在我的床前 就当我以为 她要恢复正常的时候 她突然蹲在 我卧室的垃圾桶前面 把所有的垃圾倒出来 胡乱地翻找着东西 我立即明白了 她要找什么 气得额头青筋直跳 冲过去踢飞地上的东西 成醉 我几乎是用尽全身力气 尖利地叫出了她的名字 看清我发红泛着水光的眼后 成醉手里的动作 终于慢了下来 她用手捂着脸 呜呜地哭了起来 比我这个当事人还要委屈 还要难过 我错了 我错了 姐姐我错了 成醉几乎是跪着 一步步地往我的身边挪动 她哭得十分无助 却害怕再一次被我嫌弃地推开 只停在了我的不远处 我发颠 我神经 姐姐 你不要不理我 成醉伸手 被我皱着眉躲开 我承认 当时我确实做得不对 我只是在利用你 我以为我喜欢的是林思月 但其实我错了 我跟她在一起之后 无时无刻不再想着你 跟她去看电影的时候 想着你 跟她出去散步的时候 想着你 就连去游乐园 都是想着你 她哭得不能自已 那些事情 我对她做的所有事情 我都跟你经历过 我和林思月的经历 覆盖不了 我跟你的回忆 我不在乎 你跟那个男人 发生了什么 姐姐 原谅我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冷冷地看着她 生气和愤怒 在脑海中 一滑而过 最后只剩下了悲哀 为她 也为自己 门外传来东西 掉落在地上的声响 我和成醉同时回头看去 看见目瞪口呆的林思月 还有成静因为太过震惊 而呆愣在原地的模样 林思月转身就跑 成醉愣了一瞬 没有起来追 成静气得上前 狠狠地给了成醉一巴掌 骂道 你把刚刚的话 再给老娘说一遍 她终于得知了事情的真相 我挂在空中的心 应该能落地的 可是眼下只剩下了无奈 成醉耿着头说 是 我跟薇薇姐在一起了半年多 后来我劈腿跟林思月在一起了 现在我明白了 自己到底喜欢谁 我要重新追回薇薇姐 你 你混账啊 成静终于知道了 那个我谈了半年的小奶狗是谁 气得发抖 我叹了口气 拍了拍成静的手说 算了 我都不气了 我半蹲在成醉的面前 看着一脸倔强的少年人 伸出手帮他抹掉了眼泪 成醉顿时惊喜交加 而我却对他说 阿醉感情是两个人的事情 你背叛了我 伤害了我 不是你醒悟了 你求原谅 我就必须接纳你 原谅你 重新跟你在一起 原谅与否 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选择 裂缝已经存在 你单方面的努力 是修复不好的了 我站起身来 看向呆愣的成醉慢慢说道 而且 你根本不是因为醒悟了 你只是因为我身边 多了个优秀的男人 你发觉 我好像把你抛之脑后 甚至可以进入一段新的感情后 你觉得不甘心罢了 我不会再跟你在一起了 如你所说 我只是你家隔壁的人 是你生命中一个不重要的人 既然已经走了这条路 你就一股脑地走吧 别再回头看了 你回来求我 我会看不起你的 成醉瘫倒在原地 说不出一句话 只是死死地拽着我的衣角 直到穿着宽松睡衣的陆玉秋 从电竞房出来 他看清了上面的图案后 脸上骤然没了生气 松开了我的手 我愣了一下 也想起来了 那是之前 我买给成醉穿的情侣睡衣 那时候我开开心心地送给他 他不收 皱着眉说 图案好幼稚啊 再说了 你买这个情侣的东西 被我姐看到了怎么办 不就暴露了吗 后来这件睡衣 被我放在了衣柜角落 再也没拿出来过 而此时 这件情侣睡衣 穿在了陆玉秋的身上 他应该是刚睡醒 呆呆地看着屋里的情况问 咋回事啊 我没忍住笑了起来 成醉被成静强制带走 好一阵没来找我 而我跟陆玉秋 去了魔都的展位 两天一夜 陆玉秋带我在魔都疯狂吃 我直接胖了三斤 拖着行李箱回来的时候 我还有点意犹未尽 发消息问他 下次办展啥时候 俺还想去 陆玉秋发了几个表情包 附带一句 我看你是想去吃饭 别下次了 明天带你去吃一家 很好吃的农家菜 冲不冲 我边找钥匙边看着手机傻乐 回了一句 冲冲冲 你离开我后 好像开心了很多 耳边突然响起了 沉醉的声音 吓得我手一抖 钥匙掉在了地上 我没回答他 捡起钥匙准备开门时 他看我没有回答 又自顾自地说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挺贱的 吃着碗里的 看着锅里的 我跟林思月也说开了 他扇了我几巴掌 没你扇得疼 沉醉苦笑一声 确实 毕竟我跟你谈了半年 跟他才谈了几天而已 我依旧没理他 开门进门 一气呵成 就在我即将要把门 用力关上的时候 沉醉用手挡了一下 光是看着我都觉得痛 我不自觉地皱起眉头 我申请了学校住宿 我想跟你说最后一句话 沉醉满脸苦涩地说 抱歉 他其实很好 我是嫉妒他 站在你身边 希望你离开了我这个人渣以后 过得开开心心 再见 我停下手里的动作 回应了一句 好 我看向那个我看着长大的少年 他的背影十分寂寞 慢慢关上了门 同一时间 我的手机低了一声 是陆玉秋发来的新消息 他说 晚安 做个好梦 做个好梦 我来自觉 我来自觉 又非常说 断